副县长王瑞德前往县府消防局主持消防警备车捐赠仪式 接受由预证股份有限公司、原盟建设有限公司、南投福人社共同捐赠消防警备车一部 作为执行紧急救灾勤务使用 王副县长除了感谢捐赠单位爱心完善消防勤务所需的装备之外 并执政感谢状表达谢意 仪式简单隆重 王副县长表示 这次三个捐赠单位平时及热心公益 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 投入公益服务、造福人群、用心令人感佩 期许借由公开的表扬 达到抛砖引玉、汇集社会大众的力量 投入救灾行列 很高兴代表许舒华县长来消防局接受 我们益政公司的兰立花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益盟公司的政宪行董事长 以及他的夫人也就是南投胡论社的社长 胡秀惠的女士他们的联合监睁我们消防局第一大队的一部警备车 可以让我们在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候 可以更迅速有效的到现场来处理我们应该有的作为 那我想这是许县长作为一个政见的三大主轴的移居城市 老百姓就是要安定安全的生活 消防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南投的高楼慢慢的起来了 那这样的高楼救火是我们要增添的设备 也是我们在消防上应该要加强的 那县府会长重视消防这个区块 不但在各方面来增加设备 那今年我们的最佳预算 也很刻意的把消防局提出来的案 我们尽可能来满足 那希望县民能够在这一块南投的土地上 能够安居热业 预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蓝丽花表示 深知消防救灾装备需求殷切 因此新企捐赠消防警备车的想法 这次是公司捐赠的第三部警备车 价值超过百万 安全性高 设备完善 运用灵活 让消防弟兄执勤更加的安全方便 我在消防局这边的捐赠应该不止一部了 这是应该是第三部 那慕连基金会呢 它应该算是第十部了 那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我们跟消防局的一个情感 一个感情一直都是在走得越走越深 也看到消防弟兄的大家的辛苦 我们希望给他们最好的配备 最好的设备 然后在抢救当中 在有灾害灾难抢救当中 都是有最好的工具 来做好他们消防的所有的一个救灾的一个行为 我们希望能够在所有的救灾行为 大家都能够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平安 非常的顺遂 消防局长林聪基表示 将善用受证消防警备车 投入第一大队救灾行列 并持续加强救灾训练与宣导工作 以提升卫民服务品质 这部消防车在整个救灾里面 可以算是设备相当的新颖 里面的座位可以整个弹性的应用 在整个出行救灾 我们可以装备再送很多的救灾器材 迅速的赶到现场 所以对于他们的爱心 我们也请我们所有同仁 要善用这部的救灾驱务车 要善用自己的救灾机能 加上精良的设备 可以很迅速的将灾害的损失 减到最低的程度 提高卫民服务的品质 王副县长表示 十分感谢预证股份有限公司 原盟建设有限公司 以及南投福轮社康海解囊 依注于救灾上 不仅提供县民更好的救灾品质 也提供消防人员更好的安全保障 除了可以强化南投县救灾能力 也让救灾人员执勤更有安全感 记者蔡世奇南投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